凤九生病,饭菜不合胃口,宋玄仁有心送来了烤地瓜 凤九发现宋玄仁被烫伤,一边帮他包扎,一边想着帝君给自己包扎的场景 宋玄仁带凤九去猎场散心,凤九却想着自己和帝君这将错就错的缘分,心绪不宁 回到宫殿,凤九想要给宋玄仁做无忧高,被沐云调侃,两人甚深恩爱 宋玄仁正给凤九调安神香,叶轻蹄恰巧过来,表示自己想要找凤九,帮自己解答几处短刀图的疑惑 宋玄仁准了请求,叶轻蹄去厨房找凤九询问短刀图的问题,静盯着凤九看得有些痴迷 凤九想让叶轻蹄帮自己尝试糕点,此时宋玄仁正站在门外,看到了这一幕,吃醋离开了 凤九给宋玄仁送糕点,跟宋玄仁夸赞了帝君一番,可宋玄仁想到的却是叶轻蹄,醋衣更浓 责备凤九没有让自己第一个品尝无忧高,凤九觉得有些委屈,便离开了 宋玄仁有些后悔,让凤九离开 厨婉做好糕点,想请王军去品尝 宋玄仁看了看厨婉做的菜和糕点,一口也没有动 交代让厨婉操办起巧节的宫宴,便离开了 起巧节时,初晚让凌香去御膳房验收糕点小时 却发现凌香在糕点中下泄药,初晚立即阻止 告诉凌香要以大局为重 这是在下毒啊,奴婢知错了 没想到在宴会上,大内官吃完围忧高后中毒身亡 大皇子立即起身,指责凤九来历不明 母后也偏向大皇子,宋玄仁没办法 只好忍痛将凤九押入大牢 叶轻蹄去找宋玄仁替凤九求情 宋玄仁表示自己也无能为力 让叶轻蹄在七天之内将这件棘手的事查清楚 沐云被鞭打,凤九上前护着沐云 还好叶轻蹄及时赶来 叶轻蹄向凤九保证一定会还凤九一个清白 母后来找宋玄仁,劝宋玄仁尽快了断这段感情 不能失去做王军的原则 并派了杨顺代替去世的大内官 伺候宋玄仁的饮食起居 叶轻蹄能帮凤九查明真相吗 与之后事如何 请登陆腾讯视频 搜索三生三世诊上书速看版 叶轻蹄思导